西藏,一个遥远,神秘,美丽的地方,去过一次就会上瘾,总是对它的纯净,自然,念念不忘。 有些朋友第一次坐火车,坐飞机去,没过两年就要自驾继续去,这就是属于西藏独特的魅力。 我们今年从丙茶茶进藏,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即便如此,这一次在西藏的路程也仅仅是覆盖了不足一半的范围,那西藏这么大,到底应该怎么玩呢? 其实,来西藏旅行,最关键的是选择进藏路线,目前常规的进藏路线有八条,东边四条,北边四条,每一条路线都各不相同,领略到的风景也不一样。 有朋友问,我就想玩西藏,应该怎么规划路线?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四条纯玩西藏的路线攻略。 我们看西藏的地图,几乎呈现出一个长方形,或者说是椭圆形,我们只需要画弧线,就可以形成一个环线,弧线画的越长,游览的越有深度。 如果是第一次到西藏,那我建议就可以选择这条路线,首先,路况和沿线的补给有保障。 而且路上,车多,人多,会让初次进藏的朋友感觉比较踏实。 离开巴塘,跨过金沙江,就到了西藏芒康的境内。 一路西行,绝巴山,东达山,叶拉山,风景连绵不断,随着海拔的跌宕起伏,初次进入西藏的心情,也一定是很激动的。 318国道进入林芝之后,树木就多了起来,流水也多了起来,每一处都是风景,真正感受到最美的风景,在路上这句话。 翻越瑟吉拉山之后,就到了林芝市区,在这里感受西藏的飞速发展。 走上拉临公路,拉萨就尽在咫尺了。 318国道上,住宿推荐左供,波密,这样路线不太长,也不用赶路,海拔也相对不太高,更容易让身体去适应高原。 因为是第一次来西藏,我觉得拉萨就可以作为终点了,如果还想转的话,就可以到拉萨周边转一转,翻过钢巴拉山,去看看杨湖,也就可以返城了。 返城呢,推荐大家走317国道,317国道的路况也是非常理想的,而且拉萨到那去也已经全程高速直达了。 走317国道返城,推荐住在锁县,昌都,海拔低,而且时间安排合理,沿途还可以有时间欣赏风景。 有了进藏的经验和体会之后,再想到西藏,那我推荐可以走一走丙叉叉,其实丙叉叉位置上就是滇藏县往西100多公里。 之前想感受大理,丽江,香格里拉,也完全没有问题,从德钦走德贡公路到贡山,正式开始丙叉叉的旅程。 关于丙叉叉呢,我们前一段时间做过详细的攻略,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往前翻翻看,在这儿就不再给大家介绍了。 进入西藏之后呢,燃屋到林芝这一段,必须走318,因为下方的219国道还没有通车,等到将来茶余到莫托通车之后,大家感兴趣就可以挑战一下。 到了林芝之后,我们就不走拉林公路到拉萨了,而是走219国道,朗县,加茶,一直到贡嘎,再进拉萨。 之后,日喀则的五条沟,大家可以选择性的去几个,比如说亚东,陈塘,吉隆,都是喜马拉雅山脉深处的好地方。 到达吉隆之后,我们就沿着216国道,一路北上,阿里地区,海拔最高的错勤线,就在这条路上。 一路欣赏扎日南目错,当惹拥错的美景,感受藏北的一错再错。 沿着317国道返程,路线和上一个差不多,最后,就是看选择317回家方便,还是从雷无奇沿着214北上回家方便。 走完这一圈,大家就已经超过了大部分来西藏旅游的人了,对西藏的了解也相对比较深刻。 路线3和路线2前面的部分大体相同,就是从查瓦龙出来之后呢,走查瓦龙到左供的路,从另一个角度去看一下卡瓦哥伯。 区别呢,在于到了吉隆之后,我们就要继续西行,去钢人波旗转山,去马旁拥挫转湖,再到普兰,看一看孔雀王朝昔日的繁华,到渣打,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功,寻找象雄王国一流的文化脉络。 之后呢,还是沿着317国道东行,去看一看枪塘草原的魅力,和路线2一样,在类伍起选择从哪里回家更方便。 路线3和路线2的区别,就在于路线3更往西,能够全方位的感受西藏的魅力。 其实进入西藏,远远不止我们熟知的8条路,还有四川白玉线,到西藏贡绝线的川藏中线,新疆榆田之间南下的克里亚古道,如果大家有团队越野保障,和熟练的野外生存技巧,那这些路线就可以尝试一下。 其实,最终选择哪条路线,还是要看出发地,从新向出发,216,219就更加方便,从格尔木出发,那走109肯定是更合适。 我的路线呢,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能更全面多角度游览西藏的可能。